消委會在今年7至9月中調查全港15間強積金公司 520個強積金計劃 發現當中341個有數據計算的基金中 159個基金過去5年平均年度回報錄得負數 當中最差的是日本股票基金 回報率是負11.18% 而回報率最好的是環球債券基金 5年平均回報率是4.6% 消委會又說本地強積金比外地基金收費高 平均收費近2% 比智利的0.56% 英國的1.19% 和澳洲的1.21%都高 認為收費有進一步下調空間 香港文字記者 廖正文報導